好 我们把今天内容总结一下 今天是我们集合第一天 我没有讲太多内容 主要是让大家去练的 那首先呢 我们讲了一下这个 对象数组 就说我们创建了一个引用数类型数组 然后往里存储 存储完之后呢 我们画了个图 这个图告诉你什么呢 只要存储引用数类型的存储对象的都是存储的事啊 地址值 都是存储地址值 然后呢 我们又画了一个集合的继承体系图 回忆一下最顶层是什么 collection 然后呢 在它下面有两个子类 子接口 那么一个是list 一个是set 来找同学问一下list的集合的特点是什么 list的集合特点是什么 list的集合的特点是 存取是一致的 就是它是有序 存和取是一致的 还有呢 它是可以存储重复的 还有就是有所以 那么sat的集合正好跟它是相对的 sat的集合是 无序 是指存和取的顺序是不一致的 然后它是没有所以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是 不可以存储重复的 不可以存储重复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们学了一下collection里面这些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呢 要求大家都要去掌握 都要去练习练习一下 然后呢集合便利转成数组 集合转成数组这种便利呢 我们很少去用 因为集合中有它的便利方式 叫做itter 你要知道它可以转成数组就可以了 然后学了一下collection里面带out的方法 这个deadout的方法呢 我们也要去掌握一下敲一下 然后呢 我们又学了集合的便利 这个迭代器迭代器是必须要掌握 而且要重点掌握 因为 你把数据存到集合里面 是不是得需要拿出来看一看 你们家买个柜子 然后把东西装进之后 你就把柜子给锁死了 把柜子给封上了 用封条给封上了 那这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装进去之后是不是还拿出来看一看 那么拿出来看看其实就是什么过程 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一个迭代器原理 这个迭代器原理呢 这一块呢作为了解内容 它可以作为了解内容 你知道当然更好 你不知道也没有问题 好 那么再往下看 我们又学了list里面一些特有的方法 这里面add在指定索引却添加元素 remote 根据索引却删除元素 然后get呢 根据索引却获取元素 set呢 把指定位置元素给修改了 好 再往下走 然后我们又学了size方法和get方法 通过他俩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做便利啊 也说今天其实我们学了两种便利 一种是迭代器便利 另一种就是 通过size和get方法的便利 还学了一个 即可转数组的便利对吧 但是那种方式呢我们很少去用啊 我们就说这两种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看 并发修改异常 那么这个经常会出现在面试题里面去 并发修改异常 就是我在迭代的过程中 然后呢 用这个 集合 去添加 那就会出现并发修改异常 怎么解决的 后来我们又学了一个叫list iterator 那么迭代器在迭代过程中 用迭代器自身的方法去 添加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 list iterator呢 这里面的 向前 查找和找到这个把前一个元素呢 给返回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是什么呢 也是了解 了解 了解我就写了解了啊 没写的就相当于掌握了 然后wactor这里面特有功能这个是需要掌握的啊 因为我们在后面也有应用 虽然wactor这个类已经被替代掉了但是 它里面还是偶尔会用得到 特别少 然后呢这个区别一定要知道 包括这个list三个子类的特点也必须要知道 什么区别啊 数据结构数组和列表区别是什么 数组是怎么样 数组你就想啊 它是一个 连续的空间 所以他里面的根据所以去找元素是怎么样 查找快 查找快当然修改也快 然后呢 他的增和山会比较慢 因为你增的话 就是会让一堆的元素向后移 你山的话就会让一堆元素向前移 所以他的增和山会比较慢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这个链表 链表的话 那他就是怎么着 查找会比较慢 因为查找 要不从头开始问 要不从尾开始问 查找比较慢 那么他的增和山会比较看 因为他不改变 这个其他的 不让所有人向前移或者向后移 那直接在这某个位置插入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Liz的三个特点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回头自己去看一看就行了 Liz的三个儿子特点 好 那么今天内容呢就到这为止了